PXW Z150 Hello,大家好,我是Peter 今天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这部PXW Z150 首先要多谢Sony Hong Kong 因为这部机全球未播出 所以今次真的很高兴 能够有这个机会 先做这部机的评论 好了,Z150 可能你会说Z150 Model number好像Z100 究竟它是不是Z100的下一代 我会觉得它是或者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在Z100被人闹爆的一些问题 它在这部机里Z150已经解决了 但是有些Z100有的功能 它又在这部机里没有了 我们稍后再说 首先不如将两部机放在一起 看看分别在哪里 外形 这部就是Z150 这部呢 就是Z100 你会看到两部机 其实在机身上高 你已经明显地看到它有一个分别 就是它的尺寸是小了 无论是长阔高也好 也都是轻了 好处就是说 你拿出来的话 其实Z100 Z100相对来说 会比较重一点 和大舊一点 所以Z150会比较轻一点 当然小了 当然有些东西没有了 有几件事可能比较重要 大家要留意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Z100 它本身有20倍的Optical Zoom 但是Z150 它只有12倍 而18这个字是Clear Optic 其中有一部分是Clear Image Zoom 其实是Digital 这是第一件事 大家要留意 第二件事就是 本身Z100 它可以录到4096x160 3840x160 一直下去 即是说它是录到Cinema 4K 以及可以录到QHD 而Z100 都可以录到由XAVC Intra XAVC Long Gap 一直下去 但是在这部Z150 它只可以录到3800x160以下 或者是它只可以录到XAVC Long Gap 即是说它的压缩 它这部机录出来的压缩 相对来说 会比Z100是要高的 可能这个会对于一些 可能重后期做grading的人来说 可能这是一个恶号 因为只有Long Gap 420 即是420在4K的情况 420在HD 这样的情况 我在后期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调整 是的 没错 但是 有几样东西它改变了 因为好像这部Z100 纵使它有20倍Zoom 有XAVC Intra 录到4096x160 但是为什么这部机 大家都会罵爆它呢 原因就是因为它有一个 一有2.3寸的CMOS的感觉 究竟它有多大呢 其实大家看看这块板 你就会看到 这一只 这个是实物 这个真的是它实际的CMOS的尺寸 这个就是X70 NX100 以及这部Z150的一寸大的XMOS的感觉 另外这一只就是Z100的尺寸 另外这一只就是Z100的尺寸 它的低光是做得都颇为强差人意 甚至可以说是差的 但是在这一步 因为原因它是一寸的 所以它的效果 所以它的效果 出来来说是会好很多 例如它出来的效果 可以说是和X70是一样的 如果大家有看过X70 如果我们的评论 甚至是有一个测试 是拍摄我家的猫 你都会看到它在一个低光的环境 例如我有一个照片 我的猫在床上高 我只是拿两个床头灯 就这样打在一个环境 没有那么多 就是室内光没有任何做到其他事情 在正24dB的情况之下 其实出来的画面是能够接受 当然会有一些雜讯 但问题是绝对能够接受的 但如果我在同一个环境 在这一部Z100 我想你看完 你一看就立即就跟它说 不行 怎样用 所以既然这部Z100 就不要再提它了 所以我会觉得这部机 是适合一些 走一些 All-in-one Run-and-gun News 或者一些短片 但可能你不需要做一些 很重后期的用家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我都不记得说 最大的其中一个分别 是能够省钱的 就是因为Z100 它本身是用XQD卡 XQD卡如果是64k 是要用G-series的 大家都知道G-series 即是说FS7的卡 也挺贵的 没错 但现在因为这个 是6XAVC Long-Guard 所以它要求相对来说 它是用SD卡 但记住大家一定要用 CAS10 UHS3 Level 3的卡 才可以录到4K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所以便宜了 所以便宜了 它这个SDI的勾 现在是由以前的HDSDI 变成3G SDI 所以便可以勾出来 录回一些Recorder 录回4K 当然最大的喜讯就是 我们不需要再用BPU60 因为BPU60的电池 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比起L电 即970的电 相对来说 价钱都相差一截 变成了 无论是相机 而言之 也相对来说 相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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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些用家来说 可能不需要放这么大 好 除了这个之外 可能大家要看 都想知道这个功能 其实在这个屏幕 这个屏幕是OLED的 相比以前的LCD 就会好些 除了之外 其实 每个标准的功能 其实一般 和其他没有太大的分别 设定 基本上 如果你是熟Sony 其实版面差不多一样 我相信你大概 五分钟之内 基本上你已经熟了 所以变成 这个也是一个 Sony的传统 变成像现在这样 我都触碰了它 没多久 一望一望 很適用 所以对于 可能一般Sony的用家来说 这个是一个喜讯 不需要说 又要改变 究竟这锯子在哪里 但是 现在暂时 可能这部是Polototype 它的Menu制 和它的十字锯 是在这里上高 而旁边我暂时 就好像不是很见到 有些什么锯子在里 可能会比较烦 因为下下你都要 下下你都要按上去 又要用上下十字锯 又要按Z锯 但希望可能说 将来来他们出的货 可能会在这边 会多回几个Menu锯 或者几个十字控制锯 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 而且它和Z100一样 它插下这个控制锯 由圆形轮盘的位置 就变成了一个上下的按锯 这个上下按锯 就好像我Z100那时候说 其实需要时间去习惯 但是其实 这些都是一些很minor 就是很轻微的 我自己觉得是一些问题 甚至可能更加不是问题 还有一件事 它这部机器更改变了 就是当你在50i的情况之下 它可以有100格的Super Slow Motion 可不可以叫Super Slow Motion 100格其实都不错 你50i的情况 100格即是减了 你已经慢了 差不多是两倍左右 大概这部机器的功能 都是大概这样 我们待会 我们可能在后半部 或者是下一条片 我们会做一个比较 就会说这部Z100 Z150 Z100 和刚才说 因为这部机器好像X70 它在一些高反差 低光的环境之下 究竟它出来的画面 反应究竟会差多远 如果你想知道 多一些这部Z150的资料 你可以去到我们A&S的网络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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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